这个运运阶就化解了 不可以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 那只是越搞越麻烦 那不是解决问题 那是制造问题 所以要解决问题一定要用孝顺性恭敬性 这问题化解了 消除现前的结案也不外乎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用孝顺性恭敬性 不识供养性 清净平等性 解难也可以化解 我们听到佛菩萨的教会 心里头也很想去做话 为什么不能够领埋满地落实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